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夏季养君子兰 千万不能做的两件事 那么是哪两件事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如果没有必要 坚决不要给你的君子兰换盆 为什么 因为君子兰在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不生长了 而且呢 它的抗性也非常的弱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给它换盆 首先它很容易受到病菌的侵袭 很容易感染各种病害 其次就是换盆之后呢 它这个时候呢 处于休眠状态 基本上不生长 所以呢无法正常的浮盆恢复生长 但是如果你的君子兰烂根了 如果是轻微烂根 我们就用这个土壤专用的杀菌剂二枚林 对水稀释 之后呢给它灌根 连续使用两到三次就能控制住这个烂根的情况 但是如果是严重的烂根就只能换盆了 第二件事呢 就是不要给君子兰施肥 因为高于30度以上温度 君子兰基本上就不生长了 这个时候给它施肥 它根本就吸收不了 而且还容易产生肥害 导致烂根 所以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君子兰在夏季坚决不能做的两件事 但是呢 我们在夏季还是要做好通风降温和浇水管理这些养护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在夏季坚决的会儿和浇水管理 żeby我们下期见